我们来看一下后场村小白租房季 话说当年韩哥刚清华毕业的时候 还是一个小白 那会儿收入还不高 也没买他的超级大碟 也超级大house 还要租房子 租房怎么办呢 找东西 找东西肯定要找一个什么样 说我还有一个地铁站比较近的 那么终于以后他说 你在这个西二旗上班 是不是在开最邦上班是吧 那么有一个地铁站 叫做回龙冠 大家如果看过新闻的话 看过北京的那个后桌上新闻的话 知道回龙冠这个地儿呢 就是那个一下雨 排长就是排的剧场 很多人在这个点 然后上车 然后去市场上班 那么只要离地的站比较近 上回天上班的时间还是有保证的 终于告诉他说 你看有个地儿叫做荣泽家园 荣泽家园距离地铁站 只有一公里 然后韩哥把这个房子租了之后 每天早上走路 去铁铁站 然后发现 走得像小狗 为什么 因为你从荣泽家园出来之后 沿着蓝线 走走走走走 窗过八高 然后再走进站 他现在走很远 实际步行 要半小时 好朋友们 那所以呢 中介说这个 铁铁铁站 只有一公里 这事呢 他对吗 他也对 是吧 你看 直线距离地 那可不就是 只有一公里吗 但是韩哥每天厚着哼尸的 对不对 跟二十杂子一样 每天走半个小时 这也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 中介说的是什么概念 韩哥自以为的又是哪个概念呢 哎 这时候也讲一讲什么叫做路程 什么叫做 位移了 路程是什么 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 如果我们的空间位置 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的走过的这个痕迹 走过的这个轨迹 我们可以有这个长度 我们把轨迹的长度呢 称之为大小 位置是我们的轨迹 就是我们的路程 那么什么时候位移呢 位移位移 我们只研究位置移动 那这时候我只代入两个概念 一个是出位置 一个是末位置 我的出位置在哪呢 早起在荣泽家园 我们的出位置 摸着呢 要去混乱过来的结架 对吧 从出位置 比向末位置的有效性论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移 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那中介说的实际上这个概念 中介说 哎呦 我们这个地方离地铁 只有一公里 中介说的是什么 中介说的是位移 对吧 没听你啊 直线看过去 就是一公里 只要你能看过去 但是每天 小白寒歌 渣渣渣渣渣渣走过的路 这个轨迹的大小啊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呢 每天半小时的这个路程 对吧 好 那么这个路程呢 它是一个长度啊 长度呢 它只有大小 没有什么呀 没有方向 然后我们这个位移呢 它是从出位置 这向末位置的一个有向线段 有向线段的话呢 还既有大小呢 右走的方向啊 那么这两个物量用来描述位置的变化 那么它们就是比较全面的了 明白了吧 哎 我们知道说 嗯 虽然位移一公里 但是路程呢 这半天得这半小时 早知道这样就房子不租了呗 对不对 换另外一个啊 然后呢 这个位移小 然后路程也小的 这样每人真的能走上班了 好 那么路程和位移 我们能搞清楚了吧 哎 他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啊 那么路程我们一般用S来表示 初中我们只要用S来表示 一段距离 一段路程 那么到了高中位移呢 我们也一般用S来表示 好 同学们 初中和高中啊 那么我们的物理量呢 要进行一个维度的升级 什么升级呢 有方向的 哎 我们称之为 矢量 马上就讲到了啊 有方向 我们称之为矢量 既有大小 有方向就是矢量 那么只有多少 有方向呢 那么我们称之为 B252 那么这就是路程和位移 最大的区别 明白了吗 好 那么路程位移 两个概念小的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也就这么一个事啊 就是 那到底位移和路程的大小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哎 比方说韩哥每天早起 对吧 从融合家园出发 哎 要跑到这个 不是就跑到公司了 哎 跑到作业帮 啊 那他既可以 比方他有 这个叮噹的小秋天 小青蛆 对吧 头上踏着小青蛆 呕呕呕直线距离 唰就过来了 对吧 哎 那么他也有可能 对不对 哎 打一辆黑摩托 啊 那么沿着我们这个区域的小路呢 哎 到这来了啊 那么他也有可能 哎 比方说最近雨特别大 滑着船 哎 他就来了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轨迹啊 有很多种情况啊 那么根据两点间直线最短 就是两点间直线最短 那么不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轨迹 我们发现这个这个这个两点间最短的路程 就是直接是这个直线距离 对不对 哎 那么我们的位移 恰好就是从初位置 指向默默的这个有向前段 所以位移的大小 就等于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那么通过这个 哎 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来 那就是路程的大小 总是怎么样啊 大于等于位移的大小 因为位移的大小是两点直接一连 那个线距离的大小 对吧 而我们的路程呢 还可以七牛八歪的啊 然后呢 两点间直线是最短的 所以大有等 好 那么现在呢 请判断一下 这句话正会在哪里凑合 哎 你说目的都只先一走 那么这时候呢 我直走 对吧 直在走的话 那我的路程大小和位大小呢 应该是相等的 对吗 哎 如果指着走 路程大小等于位大小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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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说不行 为啥呀 啊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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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就告诉你为啥啊 哎 我们来看这样的道题 他说看一下这个题 啊 物体从A点出发 先向右走到了B点 然后又调头走到了C点 然后又调头走到了C点 他从A到B和从B到C都是直线运动 对吧 他没有变成曲线 没有拐弯 都是直线运动 但是他的路程和他位大小 这边是多好呢 路程和大概 这边是多好呢 路程往过走 我们数数啊 12345 往过走了5米 然后又调头走了几米啊 调头又走了3米 所以路程是轨迹的长度啊 是大小 那么还是8米 那位移呢 位移是由出位置指向末位置的有向线段 从A指向C有向线段 这个有向线段的大小呢 就用来表示位移的大小 那么我们位移就只有2米 对吧 所以你看 做直线运动啊 并不能推导出我的路程大小和位大小的箱子 那应该怎么说呢 同志们 完整的话应该怎么说呀 必须做的是单向直线运动 我别掉头 不能掉头 知道吧 单向直线运动的时候 一条道走到黑 一直往前走 这时候 等它才成立 知道吗 好 这地方有一点有意义说点啊 记住 是单向直线运动 把单向二字省掉了 这就是错的了 明白了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同志们 看这样一个题啊 说从远点A出发 先向北走个40米 到到了B点 然后又向东 走了30米 到了C点 好 同志们 请问这一步 这个团队 我说 就是从出位置 直线运动的 右向线段 线段里的大小 就表示位移的大小 根据我们之前学勾部定理 知道 三四四十有一个直角 它就是五十米 对吧 你看我们做的也是直线 但是入层大小和五十米 但是入层大小和五十米 并不相同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这个 如同所事 一个物体从A运动到B 出位置的坐标 XA等于三米 然后无线位坐标 XB呢 等于负二米 好 请问此时 它的位移大小是多少 位移大小是多少 老师我直接数为 A到B一共就这段 我数一下 一共是五小段 然后呢 位移大小就是五米 对吧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一个计算式来 要算出来 我们就从我们的出位置 到我们的末位置 我们这是一个 一位直线的标志 那么我们的位移 可以等于末位置坐标 XB 减去出位置坐标 XA 那么这个称之为 位置的变化量 就是XA 然后呢 我们解完之后 发现它等于什么呀 负二米 对吧 减三米 等于负五米 好朋友们 负五米的话 那么其实位移的大小 跟负号有关系吗 嗯 位移的大小 跟负号有关系吗 哎 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个负号 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负号表示 我这个位移的方向 位移是有方向的吗 位移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与正方向相反 你看 我们这个RX轴的正半轴 正方向是朝右的 接通朝右 而我的位移呢 从一到B 我是朝右的 所以这个负号 它表示的是 我的位移的方向 然后位移的大小呢 我们只看数字 绝对值 OK 哎 位移的大小 穿绝对值 所以它如果说 只称位移大小 那我们告诉他 哎 最终位移大小 就是一个 绝对值 就是五米 听办办办 OK 注意正组啊 好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个 二维的 一个远中运动 韩哥呢 前面时间会了 参加巴黎岛的婚礼 解肥 解了四十斤 当然他老婆不满意 结了婚之后呢 还替解肥 每天在圆形操场上 跑步 跑道周长四百米 问韩哥 对吧 从某一点出发 哎 然后又回到了该点 而是一个圆形 跑道周长四百米 请问路程的多少 路程多少呀 跑了一圈 跑了一个圆周 那路程就是圆周 长辈四百米 那位移呢 位移都想 位移是出位置 是向墨位置的流向线段 你又回到原地了 那这位移不就零了吗 对不对 位移是零 那么又问了 说那位移位零 还大了什么 那我的位移最大的多少呢 在整段过程中 位移什么时候最大呢 你看我的出位置在这 对吧 我的位移 我走到这个时候 位移是这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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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们 那么请问我在整个 位移动过程当中 位移最大是什么时候 我们发现最大的位移 X的最大值 等于什么呀 对吧 等直径D 直径D等圆周长C 除以派 圆周长是400米 用400米除以派 就是我们的最大的位移 对吗 好 就这么多记住啊 当我们研究 圆周用的时候 要牢记轨迹的长度是路程 你的位移呢 还是出指向墨的 有强前段 好了 那么刚才这个圆圈 如果会的话 那么这历史二分 你可以练一下啊 又是你的送费集了啊 寒哥 寒哥每天跑圆圈 减肥 不然四分钟被他的北颖女朋友甩掉啊 寒哥的爱人是北颖的女朋友 你们知道啊 学艺术的知道吧 跑了一右四分之三圈 好 大家来选啊 来吧 别人说 我有寒哥混纱的 我也有 寒哥一段时间 正能跑到巴厘岛 结婚之前说 我老婆不让我吃饭 当然同志 我发现寒哥想减肥的话 真的减了四十斤 所以 有的时候呢 这个目标能够拿成 就看你是不是的 能够对自己狠下心来的 男人和女人 如果你真的能够对自己狠下心来 有这个自卫性 那你不能上新华 你就能取一个 这个北颖 学技术的美女当老头 然后一也能在学业上成功 成一名教出很多清华北大学生的老教师 所以你们如果想当学霸行好没教 你们也得学含个这个狠劲 当然 志愿姐也曾经狠过 狠的时候两个月减了二十斤 不对 其实一个月减了二十斤 好 好了 这个题其实也是个送分题了 对吧 你想想我们跑了一 你看啊 先跑一圈 然后呢 我们比方从最低点开始跑起来 先跑一圈 然后又跑了一个一又四分之三 对吧 跑到了B点 那么A点和B点这么一连 和原型O这么一连 这不是这个等药师要行吗 对吧 等药师要行的话 那我的位移是出道莫的有限线段 我的位移X就等于根号二倍的R 对不对 然后我的路程S呢 等于一又四分之三倍的原就场 原就场是2πR 对吧 所以最后算下来多少 那就是一个3.5倍的πR 所以妥妥的送分题就是我们的R 过了吗 好 那么我们掌握了刚才路程和位移的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来练一下我们的历史三迭 一个质点在IX主上运动 各个时刻的位置坐标 组下图 为这个质点开始移动后 前几秒的位移最大 定几秒的位移最大 还有前几秒的路程最大 好 那么这是一道经典题啊 那么跟老师一块来看 我先把坐标轴给大家画出来啊 那么再画一个坐标轴 建立一个一维的坐标系啊 0时刻呢 那么他就在0这个位置啊 然后到1秒末的时候 他跑到了5这个位置 然后到2秒末的时候 他跑到了-4这个位置 然后3秒末的时候 他回到了-1 4秒末的时候 他跑到了-7 5秒末的时候 他回到了-1 好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我们从0开始 先走到了5 对吧 然后再走到了-4 然后再走到了-1 然后再走到了-7 然后-7又走到了-1 好吧 我把这几点给大家画出来了啊 好 前几秒内的位置最大的话 那么起点在哪啊 起点在0时刻 对不对 起点在0时刻 0时刻在原点 那么前几秒位置最大 那是哪个点呢 我们说1秒 前1秒内的话 那么是5到0 这时候位置是5度 对吧 是5米 前2秒呢 那么是0到-4 位置大小是4米 那么前3秒呢 0到-1 那么这时候呢 大小就按1米来算了啊 那么前4秒 从0到-7 位置大小是7米 前5秒成到1 位置大小也是1米 然后我们选择最大 当然是4秒末了 对吧 我们这时候呢 记住位置大小只看出末位置 不在乎中间细节啊 好 再看下一个 第几秒内的位置大 第几秒 那么我们得一段一段的试探 好吧 那么第一秒内是从0到5 位置就是5米 第二秒内从5到-4 位置大小 5到-4 哇 这个话题很大呀 因为我们的末坐标 减出坐标 末减出是-4 减5是-9 -9需要负号 但是看绝对值 对吧 就是9米啊 然后-4到-1 多少呢 第三秒内是-4到-1 这时候对应的多少 末减出对吧 3米 然后3到4之间是第4秒 第4秒是-1到-7 多少呀 6米 然后4到5的时候呢 是第5秒啊 -7到1 多少呢 8米 所以第一秒 第二秒 第三秒 第四秒 第五秒 我们就通通都搞出来了 其中最大的是哪个呢 最大的是9米 对不对 这个是最大的 所以第二秒内 位置最大 明白了吧 那什么时候路程就这样的 朋友们 路程什么时候就这样 路程什么时候就这样 对了 路程是轨迹的长度 你只要没停下 一直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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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你的路程就一直在增加 什么时候你死在那了 也一气了 不能动它了 这时候你的路程就达到最大之 是不是这样 所以路程最大就到 生命等最后一刻 生命不息 路程就一直在增加 什么时候到生命最后一刻了 我的路程就不再增加了 OK 好 这个题是叫经典题 大家一定要全掌握 那么关于路程后位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概念变析啊 从我们刚才的讲解 我们这个多选题啊 这个多项选择题 正确答案有哪些看看 你上次说法正确的是 有哪个APDF 在活动区把它发出来啊 有正确的吗 有没有 好 我把汇动卡发出去啊 大家认真作答 来 六个选项啊 考察大家支持掌握的这个全面性 我说是它是一个多项选择题 选项比较多 所以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独立 看不到啊 好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啊 首先呢 基本没人选A 基本没人选A A其实加两个字就对了 怎么加呢 我一加就明白了啊 在单向直线运动中 位置的大小才等于路程 对吧 如果说单向二字 根本不成立啊 好 那么B学乡说 路程越大 位置越大 韩哥为了爱情 对不对 爱的魔力跑圈圈 跑了十八圈 路程很大 但那一点也有哪大 零 对不对 所以路程越大 位置越大 对吗 爱的魔力跑圈圈 跑了一堆被移灵 所以这个是错的 我们再下一个 他说 位置为零 路程不一定为零 对啊 爱的魔力跑圈圈 对不对 跑到时候回到原地 发现AO1是零 可是路程的确不为零 所以你看 韩哥的这个爱的魔力跑圈圈 可以把两个选项很快才正确 正确 OK 好 继续 路程一定比位移的大小的 那我们不是把A选项往下走一走就行了吗 对吧 单向直线的时候 他们能相等呗 所以这个说法又错了 对不对 好 一选项好人选了 同学想清楚啊 位移和路程都能描述位置的变化吗 都能描述位置变化吗 我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有个歧视点A点 我告诉你 我的位移是正方向正五米 那么有正方向正五米 我在正方向上走五米 我在这 但如果我告诉你说路程是五米 对吧 你知道他在哪了吗 不知道 那一他爱的魔力转圈圈 对吧 五米之后又回来了 还有原地 对不对 有可能啊 他单向直线往这走 往这走 往这走 都可能 所以他们的路程 能描述位置变化吗 no 他不能描述位置变化 路程只能描述轨迹的长度 你别管我是正方圈 还是往外走 还是拐弯 还是走曲线 总之我走了 这么多 是轨迹的长度 明白吧 所以E是不错的 OK 同学用概念变息呢 我们要加深 对这个概念和概念之间的 这个差异性的理解 然后保证第一时间 就是理解到位的 明白吧 好 往下看啊 同学们 当我碰到高速路指示牌的时候 这个25000米是位移吗 嗯 有一条同学说老师是位移 还要25000米到达海滨浴场 咋着 那海滨浴场在这 我在高速公路上我在这 我直接这么过去25000米是吗 嗯 是位移吗 绝对不是啊 对吧 你想想我们讲的话任何路地地 我目前高速公路都拐来拐去的 这妥妥的是路程 是不是 所有认为是位移的同学 你确定吗 要直的就飞过去 等你什么时候有小清廷了啊 会直接奔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有可能我们说 嗯 这一线上25000米 那你直接搜一下过去的事啊 目前只要你还在路程飘 那正是八指的就只个路程 ok 好 这个是错的啊 好 关于路程和位移 我们就讲清楚了啊 好吧 记清楚啊 路程是轨迹 位移是有向前段 它只看始末位置 路程是大一等位移的 只有单向直线时 我们才会相等 路程无方向 唯一有方向 这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 ok 好